3. 调因 3. 调因 4. 调因 25. 调因 2. 调因 3. 调因 3. 调进 3. 调进 4. 调进 诊断的哎呀这个是什么病名啊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啊 我们也不用去探讨这些 我们昨天也讲过嘛 西医所有的检查 对我们的 变因失智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啊 它不能反映体伤跟热能不足啊 所以它所说的病名或病因 跟我们也没有什么 多大的瓜葛 你看昨天我放的很多案例 包括乳癌那个烂掉的 还有黑角阿嬷 这些都是由我们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来解决的 那这些修复好了 它自然就长出来了 好那昨天还有像牛皮癬的 这个很严重 这个应该医学也没办法处理 那我们也不要管它这个是什么病 反正就是照我们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个方向去处理 也可以解决的出来 那也不用去分 哎呀这个是轻症或是重病 急性或慢性 这个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轻症也是这样治疗 重病也是这样治疗 尤其昨天在变因 我们说得到疾病之后 我们分了很多层次 有轻症啊轻偏重啊到重症到重病 重病以后种种处理到命危 你看连到命危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变化 没有我们还是一样 内外热源还有按推 一路都是这样做的 只是逐次有别啦 那也不用分内科外科 我们也没有这样分 所以它的处理方法都是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然后并用内外热源温知 哎这个跟中医就有一点类似了 中医三大疗法就是什么 一针二灸三用药 那你看我们按推原始点就是代表 跟一针是不是一样的 是其实理是相通的 那内外热源呢 外热源就是温灸嘛 对不对 那我们红豆袋啊 软贴啊 甚至用姜粉撒在外面啊 哎这个都就是灸的大广泛应用 那三用药 当然中药的药很多 那我们药只是什么 生啊或姜有没有 那其实呢 这个跟中医其实也没有背离 因为中药其实也很多 温热药 你看实险大补啊 补中医气汤啊 恢复八胃丸啊 乳子之类都是温补药 好所以我们的治疗方式 跟中医的三大疗法 一针二灸三用药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 整体的 每个人来 我们轻症也是这样用 重病也是怎么样 同时用 我们是一体用的 好 那我们继续把后面念一下 内热源 包括温热性饮食 温热性中药 外热源 包括 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弹 电热气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鲜姜泥 温姜汤 温姜汁 鲜姜榨汁加温等 此论 已适用于许多动物 好 这个 昨天也提过了 当黑脚阿嬷 温敷 奏效之后 整个的发展就扩大 也就 整个外热源 就不再限定于爱 爱草啊 爱冠啊之类的 那这个理论也适用于许多动物 不只制人 很多动物也可以用 那制动物是早先 我在好久以前就是 爬山有一次啊 那山友问我 有一只狗 拨腿了 你有没有办法治疗 我毫不犹豫的说 有 那他就把狗带来 那我想 人体任何的病症 我都能找出开关了 一条狗腿 难道能拦倒我吗 所以我就开始处理了 那也很快找到原始痛点 他的腿竟然没有痛点 从尾巴往上找 找到腿还有脊椎 那个交叉点 那个痛点就出现了 那他们主人 就揉了一个礼拜也好 那从此之后 就很多动物好了 好 那我们来先看 我早期的那个狗的故事 宠物犬案例 原始点首次应用在动物身上 是台湾山友的一只狗 此狗后脚受伤 近半年时间 趴着不能起来 起来也不能走 张医师帮忙找到原始痛点后 主人每天按推三四次以上 一周内恢复正常 2011年8月拍此纪念影片 他那个时候有一次就在那个地方 不是起不来吗 他要起来说起不来 他起来了以后又不会走 然后我们就说 老师在山上找老师 那就老师讲的那个位置修理修理 很快耶 是 刚开始压他的时候 他会痛 会很痛 他会痛 反过来就会想咬你 那应该是很痛 你只要一动他那个位置 他就咬你 因为这个印象我也有 第一次去摸的时候 就摸到痛了 他要咬我 我就想 然后再有主人 一个抓一个 我就抓他的头 抓他的头 没有让他那个回头啊 老师好好的处理一下 那就是大概一天揉几次 一天揉 呃 他爸爸大概一天 大概三四次都跑不掉 有空就帮他揉一下 大概揉多久揉好 一个礼拜就好了耶 一个礼拜就好了 对啊 那我们他爬 后来 呃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可以爬山 等于不是山路的那个山 就可以爬上去 哇 我说啊 从来 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看他这样 乱跑乱跑了 哦 他不是路的地方 他就一爬上去 以为他也是老了 不知道说是有毛病 嗯 那这个早期发表之后 就有很多动物 自豪的案例 我印象中人家跟我讲的 有什么宠物群 还有羊 狗 乌龟 热带鱼 鸡 这些我都听过 而且都蛮精彩 只是有些都没有拍摄成影片 有点可惜 那最近有一个鸡的 捕脚鸡的案例 我们来放给大家看一下 母鸡案例 2016年3月12日早上起床 喂鸡 发现其中一只母鸡无法站立 似乎很痛苦 原先以为是脚受伤 帮它清洗后发现没有伤口 而且有发抖的情况 第一天只能躺无法站立 烟烟一席 这时赶紧拿些姜汤喂食 并从鸡腿开始往上找原始痛点 按到背部时 鸡突然叫得厉害 于是确定原始痛点 按完后使用薄围 将暖暖包固定在背部原始点 开始从鸡腿上找原始痛点 按推时鸡叫得特别厉害 按推后 背一天暖暖包就可以站了 原以为没大碍了 放回鸡舍时 被他的同伴胖鸭跳到背上 踩了两次 旧伤加上心伤 鸡又更严重了 晚上又赶紧按推了一次 按推完第一天一可站立 约过了三天一可走路 七天后恢复正常 母鸡恢复后开始下蛋 比一般鸡蛋大很多 这些案例看起来蛮好的 我跟各位讲 我听的狗的故事 还有猫的故事特别多 真的都可以找得出来 好 那还有早期我在讲这些的时候 也有一个农业专家讲 你的理论跟我在这个种植 其实有一些理论完全相通的 那最近又有一个患者 他在国外也是 那个苹果树 说什么得了树癌 应该要看出 他说好 他本身也是得癌的 他说我都可以吃 那这个植物我也处理看看 我们来分享一下 苹果树案例 2016年约八九月时 树主发现小苹果树生病 类似苹果树的癌症 富途是生病的树 因为可能没救了 大家都建议砍掉 但树主想试试用原始点处理 富途是生病处放大涂 处理方式 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涂上姜粉与油混合的姜膏 大约涂了十次 每次下雨就会重涂 还使用姜粉泡水浇在树的根部 处理结果 最后苹果树揭出漂亮的苹果 如幼图所示 证明苹果树经原始点处理后 确实痊愈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一个底如果对 其实放出四海介绍 都可以应用到各个层面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下一段 急性病 如药食中毒 毒物 毒气 及细菌病毒所伤 烫伤 脑震荡 脑中风 心脏病发 急性腹痛 肠沾黏 梗阻 结石 盲肠炎等炎症 胎死腹中 可从阴解除症状 以原始点方法处理 好 这些急性病 刚刚大家念了 如果你们没有学原始点 以这样的病 你们会找西医治疗 还是中医 好 一般我这样调查起来也是 因为世界各地这样 到处演讲 这个问题我都会问 因为我本身也是中医师 那我也想了解民众到底对 中西医的评价 如果以急性病 但确实 像今天的举手 百分之九十几下 九十几以上都是会选择西医 那我第一 刚刚叫你们念的第一段就有讲 不论急性或慢性 我们处理方法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 但是你看我们民众就分了 那我也会问民众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评价 他们说如果慢性病我找中医 那急性病就找西医吧 西医比较快 事项这个观念不一定对 那我们先以原始点的角度 来把很多案例呈现 让大家也知道 原来这些急性病 原始点也可以处理 那我刚刚讲的 原始点跟中医的理论是怎么样 相通的 处理方法 它三大疗法跟原始点 也是蛮一致的 那我们来看看药食中毒 我们先举一个 父子中毒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父子中毒案例 2012年8月 美国加州职业中医师 一位朋友晚餐前 喝了含生父子超过五钱的汤药 晚餐后 他逐渐感到头昏脸麻 他家里有人读中医 知道这是父子中毒 就给他喝浓蜂蜜水 来解父子毒 熟料数分钟后 症状急剧加重 并开始心脏不舒服 恶心呕吐 家人见情形不对 赶紧打电话找我帮忙 到他家时 有人一时半昏半醒 不断伸吟 时而躺 时而转身 吐险 翻来覆去 烦躁不已 全身不断冒汗 衣服全部湿透了 见此凶险状况 心里不免紧张 家人帮他针公孙内观 而胃心胸的症状 却不见缓解 由于他躁动不已 所下的针都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书上的回扬 旧逆 隔研究也根本不可行 喝的药立刻就吐了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 中医的一针二酒三用药 都难以发挥效果 用原始点看看 我帮他转身侧躺 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心里不断回想 张昭汉医师原始点急救案例 按了大概一分钟 不见任何缓解 不能再揉了 没招了怎么办 我重新整理思绪 回到原点变寒热 问他 你会冷吗 他回答 很冷 我立刻请他家人 拿两床棉被给他包上 两个温敷袋 一切以后 牢牢地绑在他腹部及背后 数分钟后 见他逐渐平静下来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约十分钟 他又开始胸闷 呼吸困难 大家又紧张起来 幸好没多久 就又缓和下来 转为肚子痛 到厕所拉完肚子 总算真正没事了 心得 一 虚寒体质之人 用了大量大热药 就如同站在大太阳底下 热源超过身体负荷限度 会造成体质更加虚寒 体伤加重 而产生症状 这时解救之法 仍应用温敷改善体质 二 热源应以温暖舒适为原则 而非愈热愈好 三 中医书上说 腹子中毒用蜂蜜水来解 这是有问题的 蜂蜜水属寒凉 喝了会造成体质更加虚寒 体伤更加严重 那 这是腹子中毒的案例 其实我也 光这一类的腹子中毒处理的案例 还听过蛮多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一个 柴粉 过敏 严重过敏 皮肤过敏案例 昨天下午参加我们小区的活动 就是中间有个环节 它要跑两圈 然后中间 它要给你喷彩粉 就像Color round一样 然后 我跑了两圈 喷了40彩粉 然后喷在了头上 一开始头很痒 然后后面蔓延到手臂 然后蔓延到脚 全都是 就是像起鸡皮肝那种子 一开始很痒 然后就找我爸 我爸说没什么大不了 就叫我忍一下 然后就让我不要抠 给我用水冲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就越来越痒了 然后就不停地抠 然后也很痛 就叫我 就妈带我去洗了一下 然后一洗之后 就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肿了 洗了脸之后 手已经就是水肿 就是水 惨白惨白那种肿 然后脸洗了之后 脸也是开始发烫 然后 觉得自己的嘴唇都肿起来了 然后突然一下眼前就 看不清楚东西 就花了 觉得心跳加速 然后呼吸也不顺畅 在路边干我 然后后面 舅妈就叫两个 往过来帮我 然后把想拨120 然后就把我背到上面 那个地方等车 背到上面广场的时候 被我爸看到了 就发脾气 就说 不准去医院 自己的女儿自己做主 不让去医院 然后那个时候 自己已经晕了 眼睛就是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 我爸就给我处理了 脑部原始点 跟耳后面的原始点 给我灌了生汤 我上了舅妈的车之后 就给我按了心脏和胃去 还有头部原始点 然后给我灌了生汤 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 就已经有一点力气了 但是还是不舒服 我还是想呕 但是能看到东西了 然后后面下了车之后 把我背到楼上去 开了电热毯 然后拿红豆袋伏 灌了生汤 推了后背的原始点 额头部的原始点 然后就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 7点多吃了一点东西 就觉得好很多了 眼部的肿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手还是有点肿 就差不多现在已经好了 感谢我爸 就是跟欧洲的进去措施 然后我就死在那了 然后我感谢所有关心 关爱我的人 还有张庄安医师和原始点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下面是这种中毒 采粉也好 我也听过 被那个什么 蒸爆蛋 然后烟熏了 回去马上肿 整个脸都肿 那最后的处理方式也是 他们打来电话询问 也是用怎么样 重用内外热 然后把头部的体伤按一按 很快就好了 但有些中毒 他们因为来得及 有时候慌张也没有拍 有时候一天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 像蛇咬伤的 那在早期 我2012年有去广西演讲 我就看到他们很多图片 我说那些蛇骨咬伤 很多到最后都会截肢 那我一看 这个不就是我们可以处理的 好 那之后就有一些 我就这样发表 那最近有人提供蛇骨用咬伤的案例 那我们来看 这个蛇骨咬伤的案例 案例一 刚刚那一个我讲一下 其实我看了很多照片 他们常常是会截肢 他们也会处理 哪有人咬到处理的 但是就是处理的过程中 一般会擦药 那这些药很多含量 那他们以为在杀菌消毒 结果夜图怎么样 夜肿 然后最后就慢慢烂掉 最后就走向截肢 那我去看 哇很多截肢的照片 那我以为我们昨天讲 壮的组织受损应该要怎么样 怎么处理 如果体伤的病症 多数他数要按推 对不对 那到了壮的组织受损 一定要怎么样 重用内外润 昨天也有很多烫伤的 还有化学硫酸灼伤的 我们的处理方式 也是用什么 另外热源 很多都用姜粉泥 甚至姜糕就处理 那我们来看现在这一个 案例2 我的父亲今年75岁 今年2016年7月24号早上 被毒蛇咬到脚的大拇指 发现后用硫磺清洗伤口 咬伤的部位 起了两个小泡泡 到了晚上脚部开始肿起来了 父亲的弟弟当时不同意 用原始点方法处理 他们不相信在山口 撒姜粉 红豆袋温敷 喝姜汤就可以处理好 开始我父亲也不相信这方法 在医院处理的第一天 精神恍惚 连讲话的气力都没有 那天我开始给父亲全身温敷 喝一些姜汤 到了第二天整个人就好多了 我当时真害怕父亲会走掉 后来用西医的方法处理打点滴 可是父亲脚部的溃烂 一直没有好转 体力也明显下降 医院用草药和药膏处理伤口一个月 因为医院说不确定是什么毒蛇咬伤的 就没有打血清 现在想想幸好没有打 在医院处理而伤口越来越烂的情况下 我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 向父亲说 给我三天的时间用原始点给你处理 短短的三天就收到了效果 当时父亲的体力很差没有力气 我处理的方法是 在父亲脚部溃烂的伤口处撒姜粉 干姜开始用50克 一星期后开始加到100克 按推臀部 膝盖 脚踝部原始点 白天用红豆袋温敷臀部及全腿 晚上睡电热毯 伤口则只撒姜粉 平均一天要撒10到20几次姜粉 因为会流出血水 每天在伤口上撒姜粉 温敷整条腿喝姜汤 父亲脚部溃烂的伤口慢慢的开始变好了 原始点处理过程 2016年8月28日 2016年9月7日 2016年9月21日与9月25日 2016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 2016年10月29日与10月30日 前后四个月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刚开始效果很好 但是在调理到第十天的时候 父亲早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昨晚做了个梦 梦里有人不让他温敷 说再温敷下去腿就要熟了 父亲说他不会再信我这一套了 打死也不温敷了 我心里非常着急 在我耐心跟父亲劝解下 父亲终于答应继续温敷 在接下来漫长的四个月处理期间 内外热源是不能间断的 稍有懈怠病情就会严重 油好变坏很快 油坏变好很慢 只要中间热源没有跟上 病情很快就会恶化 真的要坚定信心 在伤口逐渐好转的情况下 父亲也完全相信我了 现在每天的处理还是 一喝姜汤 二按推原始点 三长时间温敷 现在父亲每天可以去外面散步 爬楼梯 水果基本没有吃过 因家里是南方人 平时母亲做菜都一定会放热性调料 如辣椒花椒姜来让父亲吃 父亲现在很配合我温敷15到16个小时 现在的重点是温敷和姜 加上平时父亲自己的锻炼 还有父亲以前有高血压 现在高血压的药也不用吃了 这次毒舌咬伤也算是因祸得福 那我们再来看虎头风遮伤的案例 虎头风遮伤案例 这是原始点处理虎头风遮伤首例 表弟2013年9月15号被虎头风遮到手 他不肯去医院挂水点滴消毒止痛 9月15号晚上10点40分 症状 剧痛 浑身发抖 脸色铁青 嘴唇发白 额头发冷 一直冒汗 这张就是蜂窝 处理过程 先用红豆袋 敷整只手 患者一直冒汗 口渴 每隔十几分钟就喝一小碗姜粉水 直到浓姜汤熬好一斤 才换用浓姜汤 医序按了头部原始点 每个点三四下 第一遍很轻 第二三遍稍微加大力度一点 来回按推七八下 汗还是不断冒 赶紧温敷头部 肩部原始点很痛 只能用食指法按 一个点来回三四下 反复三次 整条肘部的原始点都痛 用食指法太痛无法接受 只好用拇指腹按揉 按完整个肘部原始痛点后 全身温敷 用姜粉调了温开水 直接敷在被遮到的地方 陆续出现头晕头痛 按推头部原始点 反复三次症状消失 又出现恶心 按上背部原始点 来回三遍 恶心消失 又发现胸腹部不舒服 按推一条脊椎后 全部的不舒服消失 整个过程都是不断冒冷汗的 全身温敷 手掌被遮的地方 还是剧烈的痛 把生姜捣碎 挤出姜汁加热 不停临在患处 凌晨三点整 手掌的痛终于缓解 9月16号 早上六点喝浓姜汤两斤 患处淋上姜汤 全身按推一遍 除了被遮处 没有感觉其他不舒服 全身仍温敷 中午手腕抽痛 按肘部原始点 口渴按头部 症状消失 又按推背部原始点 一边按推一边咳很多白白的痰出来 吐痰持续了几个小时 还不断排气 继续全身温敷喝浓姜汤 下午四点多 所有被遮的地方痛都消失了 可是整个手掌肿起来不痛 整个手掌肿起来 涂上温姜汤 敷上姜粉 双手大小明显不同 9月17号 早上六点手掌还是很肿 喝浓姜汤三斤 下午 肿消得很快 热源够猛 温敷不断 所以渐消快 9月18号 肿基本消了九成 正常上班 双手大小接近相同 9月19号 中秋节 今天终于全部正常 熬半斤生姜作为保健 双手大小恢复相同 前后五天 案例总结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用空杯的心 去学习和运用 如理如法的去做 越严重的症状 表示热能越不足 就需要更多的内外热源 只要落实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精神 患者会如实地告诉我们 他的感受 我们要随时随地地观察 患者的反应 然后决定按推的次数 温敷的温度和时间 将的用量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处理也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热能严重不足的时候 如果体伤没有按开 热能就会进不去 而出现假热的症状 只要体伤按推开后 再继续进热源 就能接受而感到舒服 整个过程 如果患者没有清晰的理念 坚定的信心 在开始四五个小时的剧痛中 很多人就会动摇 去寻求西医那些 立马止痛的含量药 也就会让身体进一步趋向更寒 现在我终于更明白 体会到 为什么有的人被虎头锋遮到 会导致死人了 全是寒凉惹的祸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患者 对我的信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狗咬伤的案例 狗咬伤案例 错误的开始 2013年6月1号晚上被咬 伤口的迷思 打破伤风及狂犬病疫苗 本处体伤 伤口使用生姜素 将伤口覆盖 6月8号 伤口恶化 求救基金会 张医师看过伤口后 建议 按推上背部 姜泥温敷 伤口用姜粉 生姜素热能不够 不要包伤口 志工帮助处理伤口 红豆袋温敷 温姜泥敷伤口 姜泥上再盖红豆袋 持续温敷30分钟 重症姜汤400cc一大杯 正视伤口的严重性 开始以照顾重症患者的方式处理 并记录伤口变化 伤口处理 每日早晚各一次 伤口处理 温姜汤清洗伤口 以温姜泥放在纱布上包起来后 浮在伤口上 外面包上毛巾 再以红豆袋包在外面 持续温敷一小时 伤口上涂姜粉 再以纱布覆盖 曾试过持续整日 以暖暖包温敷伤口 局部热敷不舒服 按推 上背部及臀部 尽量早晚各一次 姜汤 60克干浆浓尖 2000cc 600cc 饮食 不吃水果及冷饮 但无法完全净含量啊 运动 因伤口在小腿 暂无继续运动 休息 因早晚要温敷 睡眠减少 仅剩6小时一天 密集至基金会观察伤口 因伤口状况未改善 连续两天至基金会 协助处理伤口 6月10日 伤口开始有恶臭分泌物 6月11日 伤口黑夹皮覆盖 至基金会处理方式 先将伤口上 五杆的黑夹皮清创 上下红豆袋加工 姜泥温敷面积增加 姜泥上红豆袋 持续温敷30分钟 浓姜汤400cc一大杯 回家后继续加强热能补充 伤口处理再增加为 早中晚各一次 温姜泥敷伤口 再以电热毯包在外面持续温敷 尽量持续一小时 曾试过全小腿包姜泥温敷 太热受不了 姜汤浓度增加为干姜120克 开始恢复运动 每天爬楼梯16楼一次 每周两次慢跑5公里 假日爬山 经过星期日的充分休息 及整天的温敷 6月15号 伤口内部变红 6月16号 伤口开始湿润 伤口渐渐改善 6月19号 伤口周边黑夹渐渐减少 6月29号 伤口开始长肉 伤口已愈合 7月1号 伤口已逐渐愈合 7月29号 伤口已完全愈合 见证的伤痕 9月2号 已胜疤痕 9月16号 皮肤表面已恢复 前后比对 前后107天 第一天 第107天 总结若再来一次 当下处理伤口 伤口以温姜水清洗后 温姜泥加红豆袋 持续温敷 每天至少两次 每次一小时以上 伤口上撒姜粉 尽可能不要包覆伤口 每天两次全身 按推原始点 全身温敷 喝姜汤 浓度是当时状况 充分的休息 若体能足够 要继续运动 夜深人静时 那只凶手现身了 但为了保护他狗身的安全 只呈现背影 这些是各种图 那这个我认为 是我们最擅长的 这个处理 我听到的 这些案例还蛮多的 那昨天我们烫箱也放了 昨天其实 我这里就有 差不多10个案例 那昨天只放了 四个案例给大家看 今天就不放了 那个烫箱 我觉得原始点太厉害了 因为脸部你看到最后好 也没有疤痕 那脑震荡昨天也放过 至于中风跟心脏病 我只能说 这绝对是原始点的强项 那这个是在下下的单元 我们会提到 那急性腹痛 包括昨天也放一个盲肠炎 那这里也有什么长沾炎 这个都很常见 这个我认为不难除凭 还有什么各种结石 这个到下一个单元 有些会放 胎死腹中 如果一般 我也是问民众 如果女孩子胎死腹中 这些会找中医的很少 但还是有人会找中医 但大部分以为西医比较快 那这个案例 就是第一个案例是在 洛杉矶一个张医师 他有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那刚好他也碰到 也应用了原始点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胎死腹中案例 美国洛杉矶医师 学习原始点后 我曾向张昭瀚医师请议 胎死腹中的妇女想要下胎 不用西医方法 也不用中药 如三棱俄树消黄等功法 巨猛之计 可否以原始点处理 张医师即告诉我 如果病人热能足够 应该可自行排出 中药也不过是热源罢了 实际案例终于让我等到 一位习惯性流产的妇女 第一次怀孕三个月后 胎儿无心跳 找了当地有名的中医 连续服用中药两个月才处理完毕 第二次怀孕也是三个月 胎儿无心跳 妇女心想中医处理太慢 改找西医 结果虽然很快处理完毕 但半年后体力还是很虚弱 第三次怀孕又三个月胎死腹中 2011年12月19日 她来就诊时 胎儿已经没有心跳三个星期了 当时正有一些点滴出血 我分析给她听 只要人体有足够的热能 即可排出不需要的废物 包括粪便 结石甚至是肿瘤死胎 现在有点滴出血 正是身体企图要排出死胎执照 查了病人的体质 使急寒之后 我告诉她 要每天尝尝温敷和休息 多吃热的避免寒凉 并开立处方柔下 当归30克 穿胸15克 肉桂15克 干姜15克 生腹子9克 以上五味 熬成一碗 一天喝三碗 12月20日 毫无动静 甚至原本的点滴出血也没有了 于是我就把药量全部加到1.5倍 同样煮法继续服用 12月22日 开始有些许出血 于是嘱咐同样药量继续服用 12月23日 排出大量血块 如同月经 连排两天 晚上腹部疼痛时 即请先生按原始点 立刻缓解疼痛 但一个晚上会反复多次 12月25日 出血开始转少 没有再腹痛 嘱咐相同药量 再服一天后 就开始减成三分之一 如此 一直浮到2012年1月7日左右 出血完全停止 整个疗程 大约只花了不到三个礼拜 更可贵的是 处理期间 病人的体力 一直都保持很好 没有虚弱疲累的感觉 甚至出血减少那天 还卖出过圣诞节 回来向我报告后直呼 这次处理的最满意 心得 一 当时我已知 只要热源足够即可 但是为了让病人感觉比较专业 所以我开了五味药 不然我想只要一味热药即可 二 出血转少后 我应该维持同等药量 继续服用 不应减成三分之一 我想 这样病人身体的善后处理会更快 会减成三分之一 是我当时还有 补移缓的想法一闪而过 最过 三 我用同等的药 同时去做了公补的相反动作 所以再次印证了张医师的真知灼见 用药无所谓公补 表里 补气 止血 活血等 其实那都是身体自行去处理的 四 经过这次的处理 病人的体力没有耗损过多 观念也慢慢调整 我想他离成功生下孩子的梦想也不远了 这位张医师也很特别 他本身学的是西医 然后之后 又觉得西医有一些不能处理的 结果又改学中医 然后到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 他碰到我 他说其实西医转中医本来就很挣扎 因为读了七年 然后一下子说不要 也跟家人吵过 那再来学中医 他也学得很好 然后遇到原始点 他最后想试试看原始点 诶 又觉得原始点好 他说他这一生挣扎过两次 所以为什么我去的时候 他会问我西医中医的这些问题 那他自己这样的案例也处理两例 效果都非常好 那之后他的案例一播出来 诶 就有各地的 台识附中的案例都做出来 他在自己的案例玩 这三个案例最后想试试看原始点